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LB和Twitch 那影片的右上角 是大師LINE社群的QR Code 你可以掃一下 輸入你的YouTube名稱 或者Twitch名稱 我會親自審核 你就可以加入社群 那社群主要是PO一些影片 你們是會第一手先知道 這樣子 好 那影片資訊欄下方 有連結可以點 好 那我們繼續遊玩 2000年出品的 新決鬥傳教2 那我們遊玩花武學路線 那我們現在呢 是要 去街上跟路人講 就是黃花一微風的消息 好像要跟所有人講 沒錯好像是深夜台時間 有誰 等下做街坊 應該都跟每個人講過話吧 可是這些話都 都一樣啊 點鼓 然後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啊 嗯 花雄 大死不好了 什麼事 剛剛有下人來報 我爹他出城北石裡 就招橫降一撥黃發風伏擊 且狀況不利 我這樣要點其人手去支援 江大小的瞞天過海之際 竟然被黃發風探破了 世紀重拳 我們先去照應江大小 這樣可好 花雄肯斯援手 史詩家父之輔 花雄出城後 可往樹林處尋找家父 小弟點起人手後 就會跟上 咳咳 事不宜遲 我們先去走 咳咳 地上有史詩 鄭大俠 硬家庫當中 我們快去 咳咳 是 所以有看過了不太準 前面傳來江大祥的霍喊聲 應該都在前面了 等等 我有埋伏 哇 令家 想打老黃花瘋買賣的 就得死 哈嘍 哈嘍 等一下我先打一下 等一下要跟你聊 有情觀眾 哈嘍 小希哥 等一下 小希哥 快進去接印江大俠吧 嗯 講別合 東西我們已經到手了 有只死 有只死剩你一個人 讓你沒臉回去 我們就送你一程吧 老夫 老夫只要有一口氣在 就不會讓你們 如此胡作非為 你中氣不足 累進也快提不上來 看你還能撐多久 行 道具 明中步法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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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老孫的頻道我蠻早 蠻早就知道了 但他之前好像有一個影片被好像有被罵 就是因為他國籍根本不一樣嘛 然後他有一次好像用方體字吧 方體字幕好像就有被 被被被他們 被他自己國家的人就是酸這樣子 好像是好像是這樣子不確定 真的抵你不過 先提一下向上人頭吧 江大俠 可有受傷 無礙無礙 只是一輪急功回不過氣了 敲襲一陣就好 唉 只可惜正宅用的銀兩全被劫走了 現在追上去還來得及嗎 不撐 他們借銀子的老走就走了 剛才那五個只是負責掩護了 難道就這樣放過他們不成 難道就這樣放過他們不成 走得真快 外面一個截鏢都沒死人下了 天啊 護鏢死得精光 鏢影又被截走 這下兩合一三箱鏢取 這下不賠償才怪 那也要怪他們沒有自知自明 武功不好就不要接大鏢 結果還不是白送性命 還好我當初沒接下這一鏢 否則性命難保 你叔叔不用這般悲觀 若是這鏢影最後被找回來 會不會一定會請你城堡的 有誰有這麼大骨子能奪回鏢影 那黃花鳳的正版狠毒 不看兩合與三箱鏢取採定 我也不用做夢 你叔叔日後便知 花胸鐵姑娘和魯姑娘 小弟先送家父回宜昌 這則是拜託你們了 黃花鳳如此心狠手辣 我必領不會放過他們 這附近不知道還有沒有幸存者 我們出去看看吧 還有會死的人 你可還有話要說 講 別 啊 啊 江大俠怎麼樣 講 啊 死了 不知道他叫江大俠的名字做什麼 不知道 我們還是先回宜昌 看看江大俠的狀況吧 武林大會明日就要舉行 你快回客廳打點吧 我們也在千鳳零劍 老夫慚愧 被那五個人困住 救不得兩架標局的人 只能看黃花鳳的人嚇殺手 一點忙也幫不上 對方派高手殘住 時代飛將那小小錯 不是黃花鳳現在在何處 黃花鳳是長江幫派 長在隱藏涉海的馬頭出沒 花錢也可以先去遺藏網路看看 或許能問到什麼線索 江大俠先好好安歇 我們這時候去遺藏馬頭查看 那就拜託你了 好小月來了 你你是小月 小月沒事 是小月沒錯 你現在被認出來 不然是穿幫了 怎麼了嗎 不是 眼神有點像 我認出人了 像他想好好協會 我們先走了 好 看著 報上名 不然可是黃花鳳的人 在下櫻花宮 花五圈 有身旁的朋友 都是為了找黃花鳳的人來吃地 櫻花宮 花五圈 死了 你了 原來你是花大小 請過去吧 那你為何一人在吃 江湖傳言 黃花鳳結的正在又人飆飲 黑寶臉都看不下去 就有人輪子在此等候 黃花鳳的人出現 要質問而清楚 原來如此 辛苦了 那黃花鳳的人 可有出現 現在雖然沒有出現 但有人看到 黃花鳳的舊幫主 和女兒出現在涉海鎮 早晚會被我們逮到了 多謝教研 我們現在就去涉海鎮 他說 別忘了再查查樹林 咦? 後面有人過來了 是你 果然是你 我就和花五圈說 在江北河裡 看到了嘉丁 明明是你的眼神 你沒事 真是太好了 兩位真親密啊 只要看眼神認得出對方 可能練習好幾年了吧 我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 你別老是纏著我 好好地跟著你花五圈 卻不是很好 我 我要裝什麼褲啊 江小魚 我早上找到你了 鐵像跟我只是結伴同行 一點坑術的關係都沒有 他天天都擔心著你 常常白天晚上 都念著你的事 他不是擔心我吧 他差點害死我 只要有良心的人 壓死貓狗 也要念個經文 忏悔了幾天 我 我為什麼要說這種話 你 小魚 你說話要斟酌一點 江小魚 我找你找很久了 這是儀化工派我下山 主要就是要殺人 在知道你的種種以後 我本來還在猶豫 怎麼能不能對你動手 在聽到鐵欣然說你醉牙一死之時 我還沉鬆了口氣 欣然聽你對女孩子的語氣 顯然絕對不是什麼好東西 難怪師父要我殺人了 準備好就出招吧 花工子 原來你要找小魚的目的 是要殺了他 慢的 我跟鐵線之間真的沒什麼 絕對不會妨礙你們交往 沒必要因嫉妒而動手 小魚 你難道也一點情意都沒有 兩位姑娘 千萬不要插手 我是不欺負女孩子的 你們到底要說什麼 我怎麼聽不明白 五雀公子 你到底為什麼 怎麼能夠不犯青黃照白 就要殺小魚了 我靠 不想打架已經算你便宜了 這次還要這些逃女孩歡心 就算是儀化工不是殺雙心的仇人 我也不能忍受花過去你這個爛皮調子 我不揍你一頓 非要給鐵線納的戰器 以為是那種 難道我還怕你不成 啊一招 啊那翡翠戒指 喔這個很重要 可還有什麼牽掛 這下一定盡量為你完成 要 要殺就殺 我心頭牽掛的是一樓框 我要死的不明不白 你也殺的不明不白 咳咳 你的夥伴被子 一定會不斷懊悔 不斷自我劫難 我小魚兒 雖然不是好人 但是真的有壞掉要誤入花大俠的雙手嗎 哈尾翠 我雖然打不過你 但這輩子絕對不會跟你幹笑 你這樣子做 更是永遠被想得到鐵線納 很抱歉 死命不可為 忘我去 你看我有密碼 鐵姑娘 你 你為什麼要 放手 請你放手 鐵線來 我不要你可憐我 我的命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不要做見自己 小魚兒 我不想再見到你 你走得越遠越好 鐵姑娘 請你放手 讓我殺了這個父親害 你不懂鐵姑娘的意思 她都這樣了 你還不走 你再不走 我只要死在你面前 我答應你 我答應你 暫時不殺小月就是了 別這樣 請把衣服穿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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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依照師父分會的辦事啊 為什麼 難道我不該殺家小魚 剛才河路帶她走 也好 否則我根本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也罷 我先去四海問出黃花鳳的事 再回宇昌找到他們吧 雖然作為決定 但 但...我好難受 那為什麼會這麼難受呢 蒿 報公子 深奢你先給大家都啄呼 你要進出就請隨意 有- 少個都沒有 那先聲聲問問看吧 走 懷義家懷義家 是那標頭去見岩王的 江南大俠志氣高 被黃花封殺的娃娃叫 孩子 是誰教你唱這首歌的 一個叔叔 怎麼樣的一個叔叔 叔叔就是叔叔嘛 從宜昌來的一個叔叔 宜昌來的一個叔叔 宜昌來的一個叔叔 曾小雨吧 鬆和障眼 誒也是要找我的人吧 不錯 一直狠假一窩 狠假一窩 黃花瘋有頭了嗎 我魂名叫海市地 成長裡橫江以我紅花瘋近十年 專門做獎賞沒有本錢的買賣 自從我退以後 就讓小女來接賞我的位子 不過 不過 小女年輕事前 幫眾大部分分崩利息 早就該解散 照你這麼說 哈哈哈哈 已經名存失望了 也不盡難 看到富人 哄抬物價的時候 上午好有一隻手癢 還是為臨時湊和幹上機票 只是 傑正營 傑正營事關重大 我傷天海裡 越靈裡有越靈裡的規矩 這種事實在有鑽頭 我們也不會做的 若是隱隱所言 傑正營這次與狂狂風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姜比赫姜大俠的事要怎麼解釋 我要怎麼說 這是本屬子虛烏有 有人硬要栽贓在我們黃黃蜂頭上 我們本來就沒做這事 要玩腦去找證據證明自己無嘴 這事事關重大 不能認聽你一面思辭 若不能再提出什麼 花姆正營 到一場和姜大俠會面 賣 你竟然喜歡 你可就是花無權 炸俠這次花無權 好 既然你是花無權 我就再多說一切讓你知道 咦 黃花蜂之所以成名 就是幫中定時善 是飛鋒真正的暗器 身上有麻藥 做買賣時都省去不少力氣 但鮮有傷人性命 這是三鄉標局 雅河標局 主人時盡時卻 身上君無真狗 絕不是黃花蜂的手法 也不是黃花蜂辦得到的 還有呢 第二 百萬兩銀子絕不是小數 這次這裡被解走 用是從陸路離去 很快就被陸上的光銷給發現 差也藏不住 若是從水路 除非有人噪音 否則光是碼頭自關 一看船的吃水就過不去 哪有這麼容易 但是黃花蜂本來就是水稻 碼頭上有人噪音 不算離譜吧 要是這點一點都能說清 我也不用在這裡和你說半天 華少俠 一句話 你認為是黃花蜂做的案子嗎 這事先不提 除了你們黃花蜂 還有 還有誰是有可能動手的 嘿嘿嘿 老漢是有答案 但花蜂想聽的可不要吃驚 你且說就是 那這隻江別赫 根本就是窩裡粉 所以才毫無痕跡的死個精光 一個有還手機會也沒有 這個方法我們幾十年前就用過了 你這樣無限這樣大小 那是拿不出證據來 我華蜂學第一個不饒你 我還來四爹出道這麼久 會看不出江別赫是真君子還是偽君子 這種結標法道道上有分數 叫做內神通外國 兩家標取人 就算武功不計 標給人結了 沒道理一條命也逃不出 這分明是有內陣 內外夾攻才一個也逃不出去 就算你說得有理 也不能這樣把結陣戰一次 推到江大俠身上 花少俠 我老漢吃過的鹽病 吃過的名也還多 一件事不算數 幾件事臭其數來瞧 心裡就有敵了 那江別赫做難不是主犯 也必然是幫凶之贏 我老漢說完了 你吃個看這辦法 要標示此前 叫我張大俠的名字 莫菲 我暫時相信你便是 花少俠英明國學 不會是以華風的傳人 當你現在事情未告一段路之前 不得離開這裡 或者黃花風污名難行 我一有自知自明 那麼想變白就不能逃走 花少俠請變吧 該回去一趟看看 江大俠 花仙麗 每次要上去試海 可以找到那些黃花風幫眾 黃花風的幫眾 倒是沒看到 可是 偷偷見找了 那就好 這些日子人去試海 我們來不及通知你這群大師 那就是偷偷找到了 什麼 小犬欲來的星系 斷進這片影子 速讓他不可能走遠 就在宜昌市交一下 細細查詢 有信讓他給找到了 守衛的人就速了 都叫小犬給殺了 現在偷偷已經送到金絲標學去 改由金絲標學來護標了 正義無事 實施天下百姓之福 也多虧令公子的玉郎 這變化實在太大了 那捷陰者到底是哪方的人馬 小犬有此功勞 或身為他的父親 也趕到功勞 但不是這 捷陣 陰者 隔著橫家一鍋 黃花風 玉郎查過失神 原來是錯過黃花風 真正捷標贏的 其實是炎王文 原來如此 這麼說 海老爹也猜錯 動手解標的件是炎王文 這件炎奶 武林一直在平靜中顧過 幾次出過 像炎王文這幫凶惡的棒派 先是火燒九袖上莊 襲擊而美 前一陣子還聽說 用金人少女群正施絮武功 這一下 又是搶搶正義 真是武林祸患 若是有人帶領各派 卻是一個炎王文難以和大家的敵手 只怕各派不能同心協議 華少侠這話說得對極了 上大派突然帶進來 熟明的將在千奉年舉行武林大會 推選武林盟主 帶領各派共交炎王文 勞富隆的親眼目的武林盟主的誕生 也就不亡了 王文覺得張大俠本身 就是最好的武林盟主 過於的 少林師匯演武當職懶 都比我要資格的多 這事萬不敢當 武林大會明日就要舉行 你快回客廠打點吧 我們再千奉年見 好 鐵姑娘何路 鐵姑娘 他不想見你 嗯 鐵姑娘 讓龍血在小巷裡說明一下情況 黃黃黃幫助文應該是昭龍誤會 其表演的人應該是尹王文人 就是火少九州山莊與襲擊而美的同一批人 而早會表演的是江大俠志執江玉朗 其他也轉交給仙戶標的近世標學 只是江大俠辭職受邀 前往千奉年參加武林大會 要選出武林盟主 帶領各派共繳燕王文 而江公只有找回被解的標語 燕王文一定是江家父子為嚴重定 欲辭職後怪 要有我們同行 多少可以幫到江大俠一些 人家這關頭 人是敬和我說些國家大事嗎 鮮花與蘇 搖表新的 恩 公子 就帶給提供兩花嗎 河路會吃味的 不敢 我們快去射海吧 你把河路放在哪裡 河路都這麼明白告訴你 我會吃味 我記得 原作古龍小說裡面 河路其實是 河路其實喜歡花無權沒錯 而且是 有講出來的 也不是講出來是有寫出來 有描述出來 海老爹 解標語的人已經查出來 應該是眼光門的人 沒錯 全是得罪了 喔 那是誰查出來的 阿 江大俠的公子 江玉朗 他還找回了標銀 那幾次標學就互標了 相別後的人 奇怪啊奇怪 標銀送回去了 出的是什麼呢 海老爹還在懷疑江大俠嗎 沒辦法 這次出處不合理 一定會懷疑 只是我也看不出 弄是標銀送回去了 還有什麼花樣可以玩 海爺 又出大事了 說吧 街市標學 滿門被圖 一個人都不了 那標銀又丟了 什麼 又丟了 知道是誰幹的嗎 這沒道理啊 誰會在這筆糊塗賬裡獲得好處呢 人的 這回就對了 好狠的毒計 好狠的連環毒計 先生可以指點在相嗎 凡事為人不求命就求力 奪回標銀 江家一闊其名 再奪標銀江家又得其力 罪名還可以拿英王們承擔 哎呀 太爺 快走 這叫黃花蜂又有嫌疑了 而且這次擺明是找不回來的 叫大家去避風頭吧 麻煩又來了 花某不知 華爺海老爺總是華爺將大俠 英王們不是更有可能嗎 若是你見過大俠燕南天 就不會認為江小小是大俠了 老漢嚴峻於此 若是有緣 日後再相見 公子 那個怎麼辦 總而言之 去避風靈看武林魔祖誕生吧 是你們 小弟 進來可好 還好 吐大哥的福 想不到連花公子又敗黑豬打小弟 真想不到啊 阿公子 我們要求過慕容山莊去 你們要上哪 再避風靈會舉辦武林大會 我這樣到那去 九姑娘 她說 你說要去慕容山莊 難道你不回九秋山莊了嗎 九秋山莊一會兒 還回那座傻 那 我也可以陪你四處遊歷 不一定要去慕容山莊吧 不行啊 老夫人叫我回去 不回去不行的 她要湊成十全之術 不但我要回去 連張青那丫頭也得回去呢 那張青也是慕容家的人 雖是外泄龐之 那老夫人喜歡她 也就是了 現在沒剩多少時間 我們好好聚聚吧 有朝一日 我也會這般的 但是 那就不到她兩位了 告辭 這位公子 要買幾朵花送給兩位姑娘呢 都送一朵吧 多謝公子 謝謝你 謝謝你 對天下有情人 終成眷屬 好 好 好 我們接下來要去簽鳳林齁 然後就接到那個 江小雨 炎黃門的事件 事件了齁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差不多就結束齁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 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謝謝各位 今天這集的收看 拜拜